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肖战衣服龙关宣后销售额超7000万,黑粉一番操作却颗粒无收。 知道肖战衣服龙关宣后,粉丝发挥了超乎寻常的购买力,没想到粉丝的购买力如此惊人。 就连很多原本想回归生活,不再关心网络上纷纷扰扰的人, 都选择用购买肖战代言的方式对他表示支持。 仅一天,TB和某音两个平台爆卖6300万,再加上其他平台,销售额已经突破7000万。 而且这是一款价格不菲的高端卸妆产品,而且是在整个大盘偏冷的前提下。 难怪有业内感叹,衣服龙交易增长超18000百分符号, 大盘惨淡的情形下没有请到肖战代言,我们很email。 即使有脱粉的,但粉丝的流动原本就是最平常不过的事,来去自由。 就连夫妻都可以在爱情好境后分道扬镳,何况粉丝与明星之间。 脱粉就脱粉,真不是什么大事,有些人偏要大张旗鼓,还写偏洋洋洒洒的脱粉小作文采一脚。 真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,在别人看来就是一场丑态百出的表演。 黑粉这次下了血本,以为能将肖战彻底打入万劫不复之的,鼓动大批粉丝心态不稳脱粉后。 让平台和业内放弃他,没想到最终败走卖城的恰恰是他们自己。 而金颗粒无收。 连带节奏的心情都没有了,只能躲在键盘后面无能狂怒。 有网友开玩笑说黑粉这次不仅帮肖战虐粉顾粉,还起到趣伪存真的作用。 现在还继续粉肖战的无疑都是真爱粉了。 还有很多娱乐博主有感而发。 肖战粉丝事业内最能与工作室和平共处的粉丝,对肖战和工作室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理解。 肖战已经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,那些他也无法操控的人和事,为什么要苛责他一定要做到呢? 喜欢他敬业,严谨的工作态度,和他用心塑造的角色的同时。 也会接受他的不完美,接受他并不是次次,样样都能拿到第一的事实。 大家能从肖战的影视剧里看到他的付出和满满的诚意,看到他上下求索。 不断努力进步,这种满足是那些揭丹办式的黑粉永远感受不到的。 肖战射雕英雄传上映前后,还会有黑粉放大招。 但他们面对的是永不言败的肖战和情绪稳定的粉丝,最终只能杀雨而归。